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8日 礼拜四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bilibili视频网站 25号推出的影片 回穿三日 移求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拆爆了大陆社交平台 浏览量两天内破2000万人次 冲上微博热手榜前10名 中共官媒定义 这个影片是正能量 被大力宣传 评论认为 其背后隐藏中共的险恶用心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该片的作者说 他的移求曾经在村里面的天才少年 上小学初中都是全部第一 移求因被赤脚医生打针 子残而绝学 不过之后 凭着灵活勤奋 学习了修理农具家电等 移求又乐于助人 领养器婴 移求对自己的坎坷经历 似乎并不在意 努力生活 心得村民尊敬等 短短两天 这段十一分钟的影片就登上了B站 热门第一 被各地官媒力推宣传 赞扬义寇 灵活好学 以及乐观精神 但郑州前教师 贾灵敏对自由亚洲表示 造成以寇苦难的根源 才是值得中国民众心思的问题 影片中以寇的苦难 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所造成 政府部门在以寇残疾的方面 做了些什么呢 现在媒体宣传 谁有苦难都要自己解决 与政府无关 都要向以寇学习 其实是政府不作为 以寇残疾的时候 政府如果伸出援手 以寇就会还吃那么多苦吗 这种例子就是误导民众 政府的义务是建立面对残疾人 与疫苗等受害者的救济制度 而不是鼓励百姓 在缺少政府保障的基础上的例子 学者蔡慎坤认为 医寇之所以得到官媒支持 因为它富贺现在国内社会环境的需求 尤其是出行不自由 天天做核酸检测 动车封城市 它抛出一个医寇 要大家看看 医寇都能活得这么快乐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 用典型的阿Q精神 以医寇提供 给年轻人生活下去的理由 中国著名作家王硕说 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恶毒的赞美 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 当作例子故事 愚弄低层人民 27日时政推主INTI发出一段视频 在网上引起热议 视频中 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依古 在一个会议上说 现在这个都是暂时的 这个国家会变得非常强大 将会再次出现骚乱 没有人会去任何地方 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有网友说 没有人会去任何地方 明明上一句刚刚说了 要回到苏联 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恐怖 有网友回应说 如果苏联真的这么伟大 他一开始就不会解体了 连一战风神 萧一湖 即邵伊古 都在做白日梦 俄罗斯没得搞了 有人捉弄参加那个会的人说 表情都快要哭出来了 心里面都很清楚 苏联是代表什么 据大陆门户网 亦网 在5月25日文章中说 普京认为 尽管有对过去的恐惧 和对苏联可能再现的担忧 但所有的人 都在前苏联国家的共同努力中受益 谁不怀念苏联 谁就是无良心 有网友总结说 一战风神笑衣鼓 不打自招普京 26日 武汉只是因为发现 4例疫情无症状感染者 决定实施封城管制3日 影响近100万人 而中国近期持续高温 短期内连续被发现 10种变异毒株 大陆多地财政陷入困境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武汉市江夏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27日凌晨发布通告 由于当地出现4个 无症状感染病例 因此从27日早上4点起 对当地主城区 实行3日封控 全城各行各业 全部停顿 当日大陆网友留言说 为了4个确诊 武汉市今晚 全体核酸检测 大家不要问我武汉安不安全 能不能够来 而最近20日内 中国多个城市报告了 10种Omicron变异株 这种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 感染者有症状的比例高 但症状比较轻微 第一财经就说 所有变异株都是境外输入 理由是 这些毒株在其他国家有先来 而流行病学调查 都没有发现病毒感染的来源 这时持续出现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 区域覆盖500多万平方公里 影响超过9亿人 共71个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纪录被打破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高温天气和病毒变异株的密集出现之间 是否存有联系 曾有中共专家说 在烈日的持续高温照射下 90%以上的中共病毒都能够被杀死 但并没有看到病毒减少的迹象 反而出现变异毒株突然增加的现象 而原本应该是旅行旺季的甘肃 因疫情遭遇滑铁路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通告要严防死守 关闭186个风景区 令旅游业者一片哀嚎 市平人吴先生对本台表示 经济对于一个正常国家是很重要的 但对于不正常的国家就不多重要了 人家朝鲜几十年都没什么经济 中共官方称深圳因24号新增了21个病例 下令华为、中兴、中芯、比迪亚、富士康等八强企业 封闭运行7日并实施封控 市平人龚先生表示 深圳要斩断疫情的源头 它的疫情源头在哪里呢? 包括甘肃这些省啊? 这就是出来表中芯 维护动态清零 它才不管你经济不经济 就是以政治正确 维护清零政策 经济搞垮、搞乱和清零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将错误的政策维护到底 不准有人去反对它 在二十大之前 它就要维护这个政策 折磨你又是封城又是封小区 断这样断那样将经济搞到一团租 近日 辽宁省丹东市镇安区公立医院 被传拖欠员工5个月工资 此前还爆出审阳 上海多个核酸检测点 大白霸工土生 而且上海、江苏、河南等地 也传出公务员教师降薪的消息 德国对中国电信设备的依赖程度 不压于对俄罗斯的天然气 受到俄乌战争的刺激 德国政府正考虑强制电信业者 换了华为等中国厂商的设备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商报25日报导 德国看到 俄国动不动就拿天然气供应 敲诈欧洲 德国担心 中国也会将电信设备的软件更新 当成施压的工具 影响网络通讯的正常运作 内政部文件指出 德国政府正在考虑 以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为由 依法下令 电信业者更会不值得信任厂商的产品 即使使用中的设备也不例外 近年来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华为的安全风险 德国国会在去年4月通过 新版的通讯安全法 赋予政府强制电信箱 禁用或拆除以安装设备的权利 陆党党团副主席冯诺之表示 暂于当前欧洲天然气供应吃紧的惨况 无论是能源或电信基础设施 应该无人敢在经济上 受制于有帝国主义倾向的独裁国家 令自己这么容易被烤炸 不过据史传德顾问公司估计 德国5G设备对华为的依赖程度约60% 4G更高到65% 而且华为和Norgea、Nukia、爱立信、Eriksson等 其他制造商的产品不一定能够商用 如果政府确定下令更换华为 德国电信Deutsch Telekom、福德峰、Vodafone 西班牙电信集团Telefonica等德国电信业者 将付出很高的代价 5G的建设进度也将因此而拖延 自从在香港8间大学 将国安课程列为必修科目之后 港府计划强制中学生组团到大陆交流 评论忧虑香港下一代也会变成小粉红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5号港大通知学生从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 所有学生必须完成宪法、基本法和港版国安法入门等 北大学分的课程 港大强调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这些指定课程才能毕业 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对美国之音表示 大学教育本应该培养学生思考和批判能力 但国安教育却将大学沦为洗脑工厂 校方要为学生制定清晰界线 将来在学校能接触的信息就是这些了 无论关于社会或政治也好 不允许出现其他诠释 任何批判、发问都不允许在大学校园内出现 除香港8间大学都会在新学年推行国安教育外 25号香港教育局官员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 公民科三年课程当中 中学生必须最少到大陆考察一次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 否则不能拒绝参与 郑家朗认为新政策一旦落实 对学生会构成潜在危险 尤其是三年前的反送中运动 有不少中学生参与 强制交流一旦落实 香港中学生将会被直接送中 至于中共当局来说 反送中是反对和颠覆政府的行为 这些学生在参与中国大陆交流团的时候 会否遭遇风险呢? 前通识科教师杨子俊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香港的教育制度正在开道车 香港政府为了完成政治任务 就要不择手段 会将我们的学生变成香港人 时常嘲笑的所谓小粉红 前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君行表示 香港政府一定会进一步 收紧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 将香港的大学变成中国的大学 相信中国的学生不一定会选择来香港升学 26日 Google联合创始人布林的妻子 尼可·沙纳汉的律师 弗里德曼 向每日《邮报》发表独家声明说 毫无疑问 任何有关尼可和马斯克有染的说法 不单只是切头切尾的谎言 而是诽谤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日报》星期日 缓引的名知情人士的话说 沙纳汉和马斯克在去年12月 在迈阿密巴薩尔艺术节上 发生短暂情 促使布林今年1月提出离婚 马斯克立即在推特上说 三年内我只见过尼可两次 都是和很多人一起 一点都不浪漫 星期一 马斯克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 这个独家新闻时 分享了一张和布林同朋友 参加派对的照片 并附上一句英国童谣 说大话的人 你们的富会着火 马斯克在回应一条推文 显示美梅国会山 也引用了《华尔街日报》报导时 西康诺菲的新闻诚信度为零 99%的新闻工作者 在网上阅读别人的故事 稍作修改 被按下发送件 但《华尔街日报》称 尽管马斯克否认这件事 他仍坚持他的报导和消息的来源 半月谭微信公号27日报导 近年市面上出现了集设听 定位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充电宝 只需要改装 内置一块通讯SIM卡 充电宝就能够摇身一变 成为设听器定位器 随时随地远程监听 和精准定位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桂阳的黄先生 失手将自己的充电宝 跌栏裂开后 拿去找修理师傅检查 发现这个充电器竟然有一套 完整的偷听和定位设备 修理师傅说 一旦有人操作 黄先生的生活将被直播 记者在网上找到一间 出售充电宝的店铺的咨询客户服务 被告知带有定位 涉听功能的充电宝 可以现订现造 他一天就能够改装出几十部 记者订了一部改装后的充电宝 到货后 他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名为 GPS365的APP 用卖家提供的帐号 密码登陆后看到 页面有定位、轨迹、联系人、讯息等功能 点开定位 发现可以将充电宝 攜带者的运动轨迹 清楚地记录下来 只要在APP里装设 声控雨撩到APP 充电宝周围的声音达到50分倍 就会启动录音功能 并自动传输到手机 也可以将充电宝 变成一个会自动接听的手机 中国移动一位大区经理表示 充电宝里面的SIM卡 能够通过无线信号接入互联网 再将数据定向传送至指定的服务器 使用者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就能获取通讯SIM卡的正确定位 和录音数据 此外蓝牙音箱、插头、打货机等 经常被改装成定位器、舍听器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